读神书告诉我 我是不是 威威行中最帅的男生 什么 她说尽量去做 不行不行 是不是 别执着了 让我问一个正经 那我帮你翻 我帮你翻 我要自己翻 这次旅行还会有新的奇遇呢 这一年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经历了很多无法复刻的奇遇 飞飞说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在这个美人把旅行当作检验情感的时代 你却毅然居然能跟我踏上了行程 所以爱是一场浩大的冒险对吗 这样能抽上电吗 没电 那你为什么爱抽 你不知道为什么没电吗 为什么 因为还没来电 来电了 我们在欧洲有一次 打不到车还迷路了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 我在路灯下下的高白 在新疆沙漠里 我们遭遇了暴雨 被狂风吹得瑟瑟发抖 四生只爱我 四生只爱我 但闪电下我们发誓 这一生只爱彼此 还有刚到西藏就毫无征兆高反的我们 却成为了彼此的氧气 如果说爱是一场浩大的冒险 那勇敢去爱是每个人最大的英雄主义 看这里合上两个洋流在好王角交会 像不像我们在满天反行中找到彼此一样 就像茫茫人海中我们相遇一样 我一直都很喜欢海兰之谜 给 哇我现在就要去泳 海兰之谜金翠水入 每次旅行我都会带上它 特别上次沙漠之旅 皮肤太干了 可以给我的肌肤满满身层自负导量 还有苏大 爱是一场冒险 一起漫游还宇 看尽世界 等我们回过头 突然发现 走在路上的意义 无非是充盈自己 读懂爱的表达方式 可以不拘于自举 仅仅是一个落日下的吻就足够了 你也不必拘于我对你说过多少次晚安 你只需要我半边的肩膀 能够撑起你一夜的好梦 于是我们脚步不停 因为我们都默契地知道 在路上冒险不止 相爱不停